讲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308 308这一题呢 其实它的逻辑就是说 它需要把什么回圈位数加总 回圈位数加总 OK 它取一个名称 它要想一下 回圈位数加总 意思就是98765 把9加8 位数就是它每一位的值 全部加总的意思 给它底下它有说明 不过有的时候光理解这个题目 如果我没有特别讲你自己看书 真的很辛苦看半天还是不知道在干嘛 OK 其实像这种东西 run一遍大概就知道了 要做出来结果就是怎么样 它会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输入要输出几次 所以这边有1 然后就一跑一次 所以98765把结果 一个是跑三次 不过我们可以拆开来看 你可以先做什么 下面这个98765 然后把它加总在一起 再做次数 次数另外加就好了 那也就是这一题 它会有两重回圈 回圈里面还会有回圈 所以写法的话我大概分成两个方法跟各位讲 第一个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里面当成 因为它输入 可以把它当字串一样看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先这个我先demo给大家看 这个结果大概这样 我先分两阶段 第一个就是我执行 然后把它输入一个98765 它会帮我把什么输出一个 Sum of all digits 这个数字有没有 4加总结果就把结果print出来 OK也是一样 这边其实用formator formator的话呢 你就带给它两个这个 两个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一个 那做法上面我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 一样我们如果先不讲次数 我们输出的话 第一个上等于0 一样跟前面加总先给它一个初始时 第二个的话把它input input的话我就把9876 放到这个number里面 这个mum里面 然后for i in range 这个range的话呢 当然你从0开始 而且我从0开始 特别注意哦 我这边其实是把什么 把9876 因为input的时候 我记得前面没有转型 那没有转型的话 基本上它是9876的字串 OK 所以如果这个字串的话呢 它里面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拆开来的 也就如果你要抓这个 假如说你要抓 这个9876的第一个字的话 你可以在number加一个中刮弧 这个mum中刮弧 中刮弧里面补个0 0的话就抓到9 1的话呢就抓到 就把它数到这边 OK 如果你1的话就是抓到8 0 1 2 3 4 OK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个字串有这种特性哦 有点类似串 串列的用法 OK 所以特别 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知道有这个特性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做 我可以用跑个回圈for i in range 我从0开始 0嘛 0就抓到9 1的话就到8 然后0 所以这个是0 1 2 3 4 K 所以它的编号是0 1 2 3 但是它的总长度是几个字呢 5个字对不对 从0开始哦 可是总长度是5哦 所以后面你会发现 0 逗点 这边的话 我是用len 然后number number的话这个地方 因为5个字 所以它回来会是5哦 所以0 逗点5 应该到多少停下来 到4嘛 所以刚好0 1 2 3 4 最后是这样写法 另外还有一种写法哦 以后你们如果看到0 逗点去掉 这样也是OK的哦 因为如果 假如初始值是从0开始 可以不用写 OK 所以之前我写本来就 这可以拿掉了 如果假设初始值就是0开始 那也可以省略 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其他书里面 0逗点拿掉 那你不要觉得很奇怪 因为range的初始值为0 可以省略 OK 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不过还是写一下好了 不然怕有些同学可能刚刚有看哦 那再来的话呢 我要做什么 先把9抓过来 那怎么样把9抓过来 很简单嘛 就是Lambert我刚刚讲哦 中国阿胡有没有 里面放个0 意思就是抓第一个字 就是把9抓过来 那因为9抓过来它是一个字串 所以双引号9 那可是问题你要累加 你不能直接就拿一个字串累加 一定要转型 所以我外面包一个int 有没有 把它包个int 它就双引号9 变成一个数字9 然后呢 因为我这边有个sum 所以累加 累加累加 累加完之后的话 最后再把这个结果给输出 就会看到我要的结果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这个是其一种写法 这种写法应该知道是用 字串切割的方式写 方法一 还有方法二 因为其实坊间书籍 那那个我看那个这个考试 它提供的解答 是用方法二 那方法二可不可以用数字方法来做 那用数字的话 写的方法又不太一样 所以方法一 方法二怎么做 其实会用到那个运算符号里面的person 就是求余数 什么求余数呢 比如说我今天 第二种方法 我是把它当数字看 也就是说呢 我 比如说 我除以10好了 98765 除以10 余多少 余5嘛 然后呢 我再利用什么呢 除除 除除10的话呢 除完之后剩下9876 因为 点5拿掉嘛 那就是9876 然后再来求余数 又得到6 对不对 然后呢 再除除剩下987 再求余数 那就是7 再8 再9 最后再除除10 就再除除就0了嘛 0的话呢 所以基本上我最后除完是 最后是0 所以我知道说 如果我要用这种方式 做那个取得加总结果 那我势必就不能用4回圈了 那我可以用什么 用坏回圈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当那个Lamber这个值 它如果是不等于0的时候 那我就继续做 等到它等于0 我就离开了回圈 有没有 因为除除完之后 最后就0了嘛 所以我们方法2 我们各位讲一下 方法2 切过来一下 那这个地方 如果我不要用刚刚的方法 我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把它当数字来看待 不是当 像刚刚是字串 字串里面可以把它切割 把一个一个抓出来 再加在一起 那这边的话就是用计算的 不过我发现 我还是习惯刚刚那个方法 那第二个方法 警工各位参考 不过考试的时候 你不是要记两种 你只要记一种 因为你记两种 我说最后两种都记不起来 那麻烦 所以第二种方法 当然也是一种参考 那我的做法 因为最后除完之后呢 会是等于0 所以我的条件 while 这个number 它不等于0的情况下 那我就怎么样 我就继续把它除除10 除除10 你记得吧 除10是 比如说 这个98765 除以10的话是什么 98765.5 对不对 那如果除除的话 就是98765 它没有小数点 OK 那余数应该没问题 所以呢 基本上我就怎么样 第一个一样有个sum 这个sum的话呢 它加后面的东西 累加就是说 把98765除以10的余数 刚好就5嘛 对不对 那5之后的话呢 我就把它累加 所以第一次就加到5 那第二次 那再来的话就是 除除10 剩下9876 9876 再回来余数 余6 就把6又累加 有没有 然后再7 再8 再9 全部累加之后的结果 就把它做输出 那因为喔 这边特别注意喔 如果我这里假如说喔 因为number输入之后呢 假如说我直接 把它拿来做计算 最后format 这个里面的number的值就改了 那所以我就先怎么样 先把number里面的值 先存在一个temp的一个变数 最后再把它输出 才会保留 否则的话 因为这个number 后面一直把它除除 最后变成0了 那输出你就变成0了 所以这边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利用同样的方法的话 98765 Enter 结果也会是一样的 只是说思考方向不同 一个是用字串切的 那一个是用什么 求鱼数 然后再用除除 那不过两个方法 看起来好像 似乎第一个方法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第二个的话呢 他这边最后程式好像有要求一个 就是说要输入那个次数 比如说这边各位可以看到这个题目 如果1的话表示说 我只会输出一个这个值的加 那如果输入3 那边说他有一个 两个 三个 次数线 就跑几次的意思 所以如果要跑几次的话 那最后你可以怎么样 再把这个外面再包一下 所以在上面你可以Enter一下 那我可以怎么样 A好了 A等于input 就次数的意思 小刮弧 然后一样次数外面包个int 然后把它转型 比如说我输入1的话 就一次 那一次我怎么跑一次呢 外面记得加一个for 跑一次嘛 跑一次回圈 for i 怎么样呢 Enrange 刮弧 然后跑几次的话 那就是跑 比如说1的话 那我觉得应该怎么 A 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 从0开始 0 0就第一次 然后假设输入1的话 就是0一次 然后1就离开了 OK 那你可以这样子 这个冒号一下 那也就加这两行加在上面 就是次数 最后底下的东西就是在它下一阶 所以记得按个tape 它下一阶 这样的话呢 比如说我今天要跑一次 那你就先输入1 它就跑一次 如果输入2的话 它就跑0 跑1 它就离开 就跑两次 OK 所以这个次数部分的话 可以后交 实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这样OK 比如说输入1 一次 98765 Enter 这个就题目要的 另外的话 三次的话 题目好像也有一个3 1就是我要3 跑三次哦 那随便我输入9876 第一次 然后第二次的话 还有 5、6 随便好了 第二次 第三次 OK 这样就没有了 三次 OK 也就是说次数部分的话 你可以后面再加上去 那这个是我最后写完的结果 然后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A 这个308题 那主要就是把什么 把那个输入的这个数字 的位数把它全部加在一起 当然我讲了两个方法 好 那你也许可以先试试看嘛 我是觉得比较简单的就是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文字 那文字的话呢 就是逐一逐一的取出来 那它排在第一个是0开始 那记得取出来就是变数名称 后面加中瓜糊 然后里面给一个数字 0的话就是抓第一个 第一个数字9 1就是抓8 OK一直可以推 试一下